HELLO 大家好 我叫林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点点心得是那个初创公司的现金流的管理 这个不是我的经验 是我的导师给我分享的经验 也就是我的导师告诉我 其实他以前创业的时候 他怎么去manage自己的现金流 然后的话我其实也是好奇 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时期 大家都slow down 对吧 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通常你的公司的话 因为他公司已经很大了 你们大概会保证一个多久的现金流呢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答复就是说 他的公司他会保证两年的现金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公司没有任何的收入的情况下 他的公司可以保证两年不倒闭 他会保证两年的现金流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如何保证两年现金流 当然这不是初创 如何保证两年现金流 他跟我分享一个很好玩的意思 他说 其实有的时候公司如果你的现金流 通常你的公司的现金流应该会存在银行 对吧 然后如果你的公司现金流OK的情况下 比方说很多的银行会主动找到你说 我这边有一笔贷款啊 你需不需要贷了 我可以给你利息比较低啊 或者这样的话 然后他的做法是什么 他就是说他每次银行来找的时候 他都不会拒绝银行 他会比方说他在他在这家银行里面 有1000万的现金流 然后他会额外他其实不缺钱对吧 但是他会额外带200万出来放在银行作为现金流的储备 那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比方说他1000万的现金流的话 他一年可以产生5万块钱的利息 他说到他不要这个利息 那他带200万 那200万的话可能一年要付出的利息是3万块钱 所以他是用这个的利息去弥补这个的利息 所以最终的话他可能账上有1200万 但是他最终的话利息收入大概是2万 但好处是什么 他的整个的现金流一下多了200万 能够让他突然 比方说当公司面对突然的那种资金紧张的时候 他有足够的钱 另外好处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银行找你 你跟银行一直会有这种沟通的话 或者贷款的沟通的话 其实银行会对你更信任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的公司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更容易在银行里面拿到钱 所以后来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两年的现金流不一定是 全部是在自己的现金储备 有些时候可能是他分红没有分出去 然后今年我们留下来 对吧我们不分红 然后去 或者是从银行里面贷款一些利息 他本来不需要 但是他还是拿 因为他可能不会亏钱 因为他有利息收入 所以他作为一个自己的资金的储备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接下来就问 就说像你公司这么大 但是你也是从零开始去创业的 那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你不可能是保证两年的现金流 对不对 那他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是 就是说当你是初创的时候 你只要能够 如果你能够保证每一个月 break even 就是不赚钱也不亏权 那你已经非常的牛逼了 能在初创的第一年 或者一年半的时间 或者两年的时间里面 你能保证break even 就已经很牛了 不需要说 你说一定要赚钱 那如果你是一种烧钱模式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到就是 你如何非常好的去控制你的现金流 因为他其实不太喜欢去那种狂烧钱的模式的公司 所以比较传统 就是互联网企业 你现在很多都是狂烧钱的模式 当然如果你有这种融资能力的话 那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其实不太推崇这种能力 因为他是一个老企业家 然后的话 你会发现到其实 他希望就是能够到就是说 你一定是在赚钱跟 就是你不能完全没有收入 就是纯开发 这样的公司其实是不太健康的 还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要烧钱的话 那你一定要学会 就是你的前期团队的话 一定要拿低工资 我知道很多时候 创业公司会面临那个问题 就是他分享就是 请不到那种很高工资的人才进来 但是他当时创业的时候 他就宁愿什么 就是说能够找一些他是肯干的人 但是他不是很有能力 他作为CEO 他可以教 然后把他培养起来 而且他那个时候的话 他觉得在学校里面找一些那种实习生 那些实习生的话他是很踏实的人 而且没有很多的野心抱负 很容易从 很容易把这些实习生从 从比较低的level 慢慢train到一个比较高的level 而且他也觉得其实 女性 女性在于一个初上期间 她的那个稳定性会更高 这点我其实也是蛮同意的 因为这是他的心得 就是说因为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公司里面女性的比例会比较高 男性的比例反而低 然后这些女性的职员的话 他的离职率不高 他的要求也不会非常高 但是他身为一个老板的话 后面也是给了他们很多的福利待遇 就是当公司赚钱的时候 所以真正跟他走过初创期的那个 那帮人的话 可能有70%是女性 或者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出来 然后跟他一起去把这些公司给做好 所以这就是他分享给我的一点点 他认为一个初创 或者是一个成熟性企业的话 如何去管理自己的现金流的一个标准 对吧 然后当然你的前提还是你要有很好的 就是赚钱能力 对吧 如果你赚钱能力很强 像苹果这样的话 那你牛逼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但是还是这句话 我的只是一点经验 不一定适合你 你只能作为参考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面 拜拜